这是一部看完没有人不会爱上女主的剧 然而男主在见到女主的第一面却要杀女主 男主沈憨憨是一位现代历史畅销书作家 最近他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他回到了书中的男圣国 看见了一位被百姓称为妖后的女子 虽然他看不清女子的面容 但却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女子手中拿着一块玉佩静静地注视着她 片刻后便从城楼上跳了下去 沈憨憨原本以为这是一场梦 然而在一次新书男圣仪式的发布会结束后 从一位百摊的老太太那里 看到了梦中女子跳楼时摔碎的玉佩 于是便把玉佩带回去准备好好研究下 回到家中的沈憨憨对着玉佩发呆时 鼻血不小心滴到了岁域上面 她突然感觉有水从屋顶滴落 抬头一看正身处在一座宫殿的前方 她以为自己又是在做梦 此时巡逻的士兵发现了她 为了躲避巡逻士兵的追捕 她急忙躲进了宫殿的一间房屋中 屋中却有一个自称以华的侍女说是在等她 要带她去见一个人 在侍女的带领下终于见到了这个人 我等你很久 沈憨憨判断出眼前女子 正是书中记载的男圣国妖后陆渊 于是便用瓷器碎片威胁陆渊放她离开 却被武艺高强的陆渊轻松化解 陆渊表明自己对她并无恶意 并提议让她陪自己做三件事 自己则会解答她的三个问题 沈憨憨别无她选的答应了 第一件事是让她换衣服 陆渊随之下令进行宵禁 陆渊的第三件事是让沈憨憨陪她童游上四节 并要求她戴上面具 不可在外人面前摘下 在童游上四的时候 沈憨憨忍不住问陆渊自己内心的一物 我呢 下辈子希望做一个寻常的百姓 再也不要当什么 皇后娘娘了 为什么 人世间有诸多的遗憾 但你却不得不顺从自己的命运 什么遗憾 我的遗憾 是没有跟一个人好好一起过上四节 那个人是谁啊 下次你就知道了 憨憨的三问就此结束 陆渊也给她完成了上四仪式 然后沈憨憨表达将要离去自己寻找答案 陆渊忍住眼泪答应了让她离去 侍女告知陆渊已经没有时间了 走在路上的沈憨憨突然想到书中记载 今天是妖后陆渊围杀贤相李庸的日子 便想着赶紧破坏陆渊的计划 拯救这位大圣国的贤相 当她赶到城门附近的时候 便看到李庸屠杀城门守卫的一幕 在李庸即将要出城逃走的刹那 陆渊及时出现阻止了李庸的出逃 通过陆渊和李庸的对话 沈憨憨明白了情况 原来是李庸偷了大圣国的城防图 想要背叛国家投靠敌人北列国 此时处于困境的李庸 突然拿陆渊的义子作为人质 逼迫陆渊让士兵们退下 沈憨憨发现和自己所知道的历史不一样 意识到自己可能误会了陆渊 便从角落里冲了出来 想要帮助陆渊说服李庸 却被北列国的一位奸细打掉了面具 他震惊地发现原来大家都认识他 沈憨憨明明是第一次见到李庸这些人 而他们却都表现得像是早已认识他 正在他疑惑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敌人对他们发起了攻击 陆渊立马出手反击 沈憨憨看到陆渊武艺如此高强 一脸蒙圈的他直呼暴力 反应过来的他没有帮助陆渊反击敌人 反而劝解大家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 此时我很想用暴力解决他 李庸像是对他有着很深的怨恨 并使用弩剑偷袭他 陆渊为救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这一件 沈憨憨神色惊慌地抱着重伤的陆渊 陆渊让他不要怕 说他们还会再见 然后沈憨憨脑袋一阵恍惚 回到了现代 发现时间才过去半个小时 翻开书 发现书中的记载发生了变化 在缘起之变中李庸并没有死 而陆渊却死了 而且岁域中有两块合并了 从之前的五块变成了四块 因此确认了刚刚发生的并不是梦 沈憨憨想要再次回到过去拯救陆渊 但多次尝试都无法再次穿越 他突然想到了之前鼻血滴到岁域上的一幕 于是便划破手指涂抹鲜血到岁域之上 终于成功地再次回到了过去 从此他便走上了拯救老婆的道路 沈憨憨刚穿越过去 就碰到了陆渊和侍女一华 然而他们却说并不认识他 便匆匆走了 仿佛在寻找一个很重要的人 沈憨憨猜测可能是自己穿越到上次穿越之前 所以他们还不认识他 眼看陆渊要从眼前消失 赶紧跟上陆渊 准备告知李庸叛变的消息 然而他还是跟丢了 沈憨憨在寻找陆渊的时候 进入到了一个叫镜花楼的地方 发现大家正在为难一个有些吃傻的男子 正义感爆棚的他帮男子解了围 事后却发现这个吃傻的男子竟然是元启皇帝 元启皇帝为感激他的帮助 便送给他一个令牌 然后独自玩去了 不久 一伙人冲进了镜花楼 看到他身上戴着元启皇帝的玉牌 误认为他就是元启皇帝 想要把他带走 陆渊正好赶到这里 出手阻止了这伙人 在陆渊和敌人打斗的时候 有人从背后突袭陆渊 正在打斗的陆渊无力回房 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戴着虎豹面具的男子出现 帮助陆渊化解了危险 并轻松地消灭了敌人 随后男子取下面具 与陆渊和元启皇帝交谈 沈憨憨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 确认此人正是战力无双的 男胜国大将军 同时也是陆渊的弟弟陆石 原来是以华发现情况不对 便赶紧找到了 刚征战回来的陆石帮忙 片刻后 陆渊便让陆石先送元启皇帝回宫 沈憨憨在陆石他们走后 询问陆渊年号 得知现在是元启五年 上次穿越是元启十五年 中间整整相隔了十年 此时的陆渊才二十六岁 还不是皇后 只是元启皇帝身边的长公 他急忙把十年后 李渊叛变的消息告诉陆渊 陆渊生气地表示他在胡言乱语 然后离去 他急忙跟上想要继续劝说陆渊 发现陆渊上了一辆马车 车上之人正是丞相李渊 不甘心的沈憨憨偷偷 跟着马车到了皇宫外面 并利用元启皇帝给的令牌 顺利进入了宫中 他通过翻窗进入了宫殿中 恰巧被元启皇帝发现 于是他俩一起偷听 李渊和陆渊的谈话 发现李渊和陆渊的关系很好 并得知元启皇帝五年前突然吃傻 近年来一直是李渊在处理国家政事 此时 陆时近来告知陆渊和李渊 今天在进化楼遇到的敌人可能是北列人 因为目前正是北列和西戎交战的关键时刻 北列假冒西戎劫持元启皇帝 是想要让男圣攻打西戎 坐收渔翁之力 陆时打探到被北列国占据的火锋堡是空虚状态 其中的大量北列守军被派往西边和西戎国交战 表明现在是收复火锋堡的大好时机 沈憨憨在听到火锋堡三个字的时候神情骤变 像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 原来古代的电报方式是这样实现的 陆渊和侍女以华设计了一套音律密码 可以把音律翻译成文字 陆渊见李庸驳回了陆时收复火锋堡的提议 为了帮助陆时促成火锋堡之战 通过情音传递消息给外面的以华 让以华把皇帝昨日被北列人刺杀的消息传递出去 第二天百姓们纷纷在宫外请愿征讨北列国 李庸见名义不可为 便同意请止收复火锋堡 李庸看到陆时和陆渊越来越难以掌握 私下与北列人密谋 准备借此次机会除掉陆时 熟知历史的沈憨憨告知陆渊 陆时会命丧火锋堡堡 陆渊嘴上说自己不相信 但还是找到陆时问他是否必须攻打火锋堡 可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全自己 那就没有人愿意上针杀敌了 到时候 哪还有国 哪还有家 陆渊和沈憨憨不放心陆时 也决定陪陆时一起出征 不料却因为不会骑马的沈憨憨掉队了 沈公子不必逞强 实在不行的话 我赞你也是可以的 陆时和沈憨憨猜测到军中有敌人奸行 故意演戏让敌人认为陆时自大狂妄 并透露出明日要穿过琉璃骨弓打火风暴的消息 实际上沈憨憨和陆时计划兵分两路 他假扮陆时走琉璃骨弓打火风暴吸引敌人注意 陆时则率军绕行从背后突袭敌 聪慧的陆渊猜到了他们的计划 知道沈憨憨此行的危险 迷晕了沈憨憨 由他自己假扮陆时走琉璃骨吸引敌人 并给沈憨憨留下了一封信 打从镜花楼那天起 你们就一直装作不认识我是不是 知道我来自未来 知道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这一切根本不是我回到十年前那么简单 沈不言公敬亲戚 当我写下这份信誓 我终于可以不再踏着 终于可以把藏在心里的遗迹都告诉我 我们并非独自相 而是 一直都出现了我们的事 敢问今为缘起何年啊 那一日我反问 公子以为 其实是想知道 到底还有多久 才能再见到你 大概缘起十五年 原来 还有十年 今为缘起五年 我知道 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可你却根本不知道 这些年来 我所经历的一切 如果必须有一个人要 永违不 我希望 那个人是我 陆渊假扮陆石经过琉璃骨 成功地吸引了北列的注意 遭到了北列大军的埋伏 当沈憨憨赶到琉璃骨 只看到遍地的尸体 他绝望地跪在地 自责不赢 我还是没能 我们赢了 原来陆渊艰难地支撑到了陆石的支援 陆石击溃了敌军 并一股作气收复了火风堡 陆渊和沈憨憨入城后急忙搭彭石周 救济战争受难的百姓 在此期间两人互相表明了心悸 陆渊表示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我们回家看看 陆渊曾居住在火风堡不远的南梦湖盘 时隔多年 终于再次回到了这里 却在屋中发现了一位怀抱婴儿的老人 这位老人正是陆渊曾经的邻居 老人告诉陆渊 他们当年镇守火风堡的北安王是李庸杀害的 怀中所抱婴儿正是北安王的遗父子 老人看到陆渊现在身处高位 恳请他收婴儿为义子 陆渊同意了并为婴儿取名为楚同常 他就是统一九国的圣武帝 楚同常 此时士兵来报 军中副将请陆渊回去安置难民 陆渊虽有疑惑 但也没多想 沈憨憨也陪同一起离去 陆氏何以华泽留下帮助老人照顾婴儿 走在路上的陆渊突然觉察到了不对劲的 不对 如果我们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 你这次选择留下来 那你想的时空应该已经终结才对 若你与今日的我继续走下去 为什么我还会在我的过去遇见你 若没有当年的业 又何来今日的果 在得知北列大军卷土重来 陆渊强忍住内心的丧青之痛振作了起来 设计从杀手口中得知了真相 正是李庸派人骗走陆渊借记暗杀了陆石 并把陆石死亡的消息散布了出去 吸引北列大军前来围攻火风暴 而他则带军伺机而动 企图在陆渊危难之时夺去 古报营兵权 此时突然士兵来报城中百姓暴乱 原来是城中百姓得知大将军陆石的死讯 并且北列大军即将围攻火风暴 他们纷纷围在城门口 逼迫守卫打开城门 想要出城逃难 陆渊在得知消息后急忙赶到城门 射杀了煽动民心的北列奸细 然后劝戒百姓现在盲目出城会有很大危险 百姓们认为火风暴将要被国家再次放弃 依旧要出城逃命 外有北列大军和李勇虎视眈眈 城内军心和民心又仿黄不安 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 四面楚歌的陆渊沉默片刻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与此同时沈憨憨正在城外进行部署 为了接下来的战争做准备 他在得知百姓暴乱的消息后 有种不好的预感 急忙向城门口赶去 陆渊在危难之间登临后卫安抚民心 不久后北列大军便气势汹汹地赶到城下 由于兵力悬殊 胡暴营难以正面取胜 沈憨憨先是凭借着熟知历史唬住了敌方大将 再让人假扮陆时顺势乱了北列军心 并让提前藏匿在山林中的百姓制造有埋伏的假象 北列将军以为情报有误便率军仓皇离去 就在北列大军走后不久 丞相李勇率军缓缓打来 想要逼迫陆渊交出胡暴营兵权 陆渊紧闭城门不让李勇进入 陆渊和李勇都不愿此时再起内战 于是两人各退一步 李勇暂时放弃夺取胡暴营兵权 陆渊则同意被李勇带回江都处置 本以为稳操胜券的李勇 在回到江都面见皇帝时 突然发现缘起皇帝恢复了心智 并要治罪于他 原来是沈憨憨担心陆渊的安危 通过水路提前赶回江都 让只有孩童心智的皇帝模仿他 想要借皇帝之威将李勇绳之以法 然而还是被李勇发现了端倪 李勇在朝堂上说出了皇帝吃傻这个秘密 并诬陷是陆渊所谓 称其为妖后 朝堂上这群婚姻的大臣听信了李勇的谎言 纷纷指责辱骂陆渊 看到形势对陆渊极为不利 沈憨憨决定亲自杀死李勇 改变陆渊的命运 就在他在刺中的李勇之后 被愤怒地照顾地杀死 看到倒在怀中的沈憨憨 回到现代的沈憨憨查阅资料 发现李勇并未被他杀死 心疼陆渊所遭受的不公和委屈 他决定再次穿越 这次他回到了元启元年 此时的陆渊只有二十亿岁 身处进花楼的他虽还未入宫 但早已被元启皇帝倾心 并赐予了信物风车 可随时入宫成为皇后 此时的丞相李勇正在逃避追杀 原来是因为元启皇帝刚刚登基为帝 想要继承其父一帜 继续新兵讨伐北列收回故土 然而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得国力雷若 以丞相李勇为首的主和派吉利劝奸后 却被性格暴躁地援起皇帝 隔职并派人追杀 李勇为躲避追杀逃到陆渊屋中 正当士兵快要找到李勇的时候 陆渊及时出现拿出皇帝信物 吓退了搜查的士兵救下了他 这一切都被沈憨憨看到眼中 看得出来陆渊和李勇早已相识 并且关系非浅 沈不掩掩看李勇逃脱了追捕 由于不想陆渊受李勇牵连 便没有隐瞒士兵 等陆渊走后 他戴上面具准备亲自出手杀死你 然而却被回来的陆渊出手机 面具也被随之打漠 正当他以为此时的陆渊还不认识他 想着如何解释的时候 你又回来 殊不知 此次相见是他们彼此的心靠的最近的时候 这个家里 他竟然保存了食物 你好像 还是三年前的样子 你看错他了 不可能 三年前我阿爷过世 是他带着我和阿石来到江都生活 虽然他这一路高升至成像 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设计和百姓 沈憨憨和21岁的陆渊刚刚相认 两人却因对李勇的判断不同产生争执 由于沈憨憨知道的是未来黑化的李勇 而陆渊知道的是过去正直的李勇 并且李勇曾尽力帮助过陆渊姐弟 此时的陆渊也是在帮李勇做事 沈憨憨想到陆渊以后要被李勇杀死 便一心想着杀死李勇拯救陆渊 如果你执意要杀 我们就此变过 陆渊看到如此固执的沈憨憨 生气地离开了 陆渊回去后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一会儿苦恼他误会李勇是坏人 一会儿开心自己终于再次见到他了 沈憨憨这边也是痛苦与纠结 一边是不想与现在的陆渊为敌 一边是想杀死李勇改变陆渊的命运 要是能带你回现代就好了 对呀 我只要阻止陆渊进攻 只要带他离开江都城 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沈憨憨现场教学如何三招哄好对象 首先是一套表情包引起好心情 然后一套股市幻灯片烘托感情 最后来的突然消失引爆情绪 他真的好会撩啊 沈憨憨在哄好陆渊之后 便提出与他隐居南梦湖畔 从此两人双宿双飞 不再过问事实 陆渊欣然同意 随即便整理行李准备离开江都 李勇得知陆渊与沈憨憨在一起 一直暗恋着陆渊的他粗意大法 此时小棉袄赵启荣出现了 说要代表北列与他合作 并表示可以帮他官复原职甚至更进一步 沈憨憨和陆渊回到了南梦湖后 在这里他们每月相伴 像普通人家那样惬意生活 如果一直这样生活该多好啊 然而平静的生活还是被打破了 一天夜里 沈憨憨看到了江都给陆渊的飞鸽传信 得知元启皇帝不日就要来进花楼见陆渊 原来陆渊始终欣系国家安危 玩着沈憨憨把信物风车送到宫中 邀请元启皇帝来进花楼 准备劝诫他停止战争 休养生息 沈憨憨理解陆渊的为难和选择 第二天便主动与他说起此事 并告诉陆渊他已想好对策 要陪他共同劝诫元启皇帝 陆渊很是感动 两人商定了解此事后从此归宜 再回江都的路上 陆渊担心无法说服元启皇帝 忍不住问起沈憨憨的记忆 你到底想好什么对策了吗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静平三十年 北京府从王人习 先帝不甘胜过疆土 在自己手中缩减 静转而大肆侵略南方楚国土地 云州之战 阵亡将士五214人 辖州之战 阵亡将士 一万六千九百三十 沈憨憨和陆渊通过演奏 劝劝元启皇帝停止发动战争 他们的劝劝果然引起了 元启皇帝的震怒 元启皇帝虽然年轻气盛 但其眼界见识都是一位 合格的帝王 自然懂得战争给国家人民 带来的伤害 但是目前南盛国力 已经日渐示威 周围诸国都在积极备战 随时可能再次入侵 他不能坐以待毙 只能以功带手 抢占先机 面对震怒的元启皇帝 被公益提升硬实力 然后又提出怎样 建立统一文化提升软实力 为处于困境的南盛国 指明了一条道路 元启皇帝听完后心悦成福 随即便要拜其威相 并称其远超李庸 然而李庸此时正在偷听他们谈话 听到元启皇帝 对他的评价后彻底黑话 元启皇帝和沈憨憨畅谈结束后 送给了陆渊一个特别的礼物 竟是象征着皇后身份的奉牌 原来是元启皇帝 想要趁此机会 让陆渊入宫为后 此时镇守西南的陆师赶了回来 元启皇帝表现出 对陆师很是器重和偏爱 因知晓他也是来劝谏的 便告知他已经决定暂步北伐 并表示准备立陆渊为后 以后他们就是一家人了 陆师考虑到他们姐弟两人 如果都在皇帝左右 定会引来无数非议 对陆渊来说绝非好事 便用卸甲归田 逼迫元启皇帝收回成命 元启皇帝无奈只好暂时作罢 但是执意要送出奉牌 并表示会一直等陆渊 陆渊表示自己已有心爱之缘 他却装作没听到 元启皇帝在回宫之时叮嘱陆师 要其按照沈憨憨所言着手 打造一只虎豹之事 并把雨林卫派给陆师调解 随即便上车回宫 沈憨憨和陆渊长舒一口气 想着从此就可以截如难忘 过上逍遥自在的生活了 然而沈憨憨突然发现 车夫竟然是赵启文 随即便带着陆渊 跟随马车来到了皇宫 发现了昏倒在帝元启皇帝 陆渊发现了元启皇帝身上 有孟幽草的气味 原来元启皇帝患有头颈 此时被孟幽草引额头及复发 随时都可能一鸣误呼 沈不言让陆渊赶紧去找太医 救治元启隆 陆渊在准备打开电门时 发现北列卧底和李庸正在向大殿 赶紧躲了起来 李庸和赵启隆进入大殿后 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元启皇帝 赵启隆对李庸表示 北列承诺的已经做到 原来这一切正是赵启隆和李庸所为 两人密谋让元启皇帝意外身死 由于元启皇帝并无子嗣 且唯一的胞弟北安王已经被北列控制 李庸可以通过扶持北安王上尉 让其作为傀儡借次掌控南圣国 然后他代表南圣与北列结盟 共同侵略其余诸国 李庸以为元启皇帝已经身死 自己写了一道恢复自己官职的诏书 正当他准备盖印的时候 元启皇帝活了过来 李庸心惊胆战地上前查看 却发现元启皇帝已然吃傻 心智宛如孩童 并把他当作了亚服 李庸心中认为扶持吃傻的元启皇帝 作为傀儡更好掌控 于是便阻止了 欲要杀死元启皇帝的赵启隆 并以陪他玩为由把元启皇帝哄走了 这一切都被沈憨憨和陆渊看在眼中 但却无可奈何 随后两人离开皇宫 陆渊走在路上心事重重沉默不已 沈憨憨在旁边宽慰陆渊 表示朝廷的事情他们管不了也无需去管 自有人会去解决 这时突然有一个人骑马从陆渊身边飞奔而过 沈憨憨看到即将要撞到走神的陆渊 急忙拉着他避开 陆渊身上的玉佩被甩飞了出去 陆渊反应过来后急忙捡起 看得出来玉佩对陆渊很是重要 当沈憨憨看清玉佩是很是吃惊 这块玉佩和带他穿越的玉佩一模一样 随即便问陆渊玉佩是怎么来的 陆渊很是震惊 沈憨憨憨竟然不记得这块玉佩 鱼在水中游 是为一夜市头 老是一场光 欢如银梦 原来那一夜你梦中的鱼 竟全都是沉 回到金花楼的陆渊拿着玉佩喃喃自语 好像猜到了什么 这时李庸突然敲门说有急事找他 陆渊思量了下还是打开门让他进来 李庸告诉陆渊元启皇帝今夜被北列人所害 幸亏他及时出现才挽救了元启皇帝一命 但是却心智失常 为了避免国家混乱 必须隐瞒这个情况 在朝堂之上他可以先主持朝政 但是在皇宫内必须找一个信得过的人照料元启皇帝 他希望陆渊入宫作为御前掌公负责照顾元启皇帝起居 并以避免节外生之为由 借机要求陆渊与沈憨酣断绝联系 陆渊虽然心知元启皇帝就是被李庸所害 但是考虑到国家和百姓 他还是同意了 他想借此机会先扶低作小慢慢培养自己的势力 不仅可以保护元启皇帝的性命 而且带得时机成熟 也可以揭穿李庸诸多恶性 随即便答应了李庸连夜进攻的请求 在陆渊收拾妥当准备进攻之时 沈憨憨感了光 你会死的 对你来说 我不过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陌生人罢了 你记忆知晓 那我便一五一十地把未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 不必了 若我的命运已成定局 不告诉我 反而是一种人子 陆渊与沈憨憨告别后 就坐上马车前往皇宫 想着从此以后就要沈憨憨 与沈憨憨在难相见 便忍不住崩溃痛苦的情感 陆渊心情略微平复后 便询问驾车的乙华是否 乙华 乙华 沈不言 原来是乙华不想陆渊从此步一声 偷偷把马车交给了沈憨憨 让沈憨憨带着陆渊与江湖 去南梦湖隐居一起幸福生活 沈憨憨看到被陆渊发现了 便不再沉默 把压抑在自己内心的话说了出来 你为何要感受命运的败 你就不能自私一点吗 就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吗 陆渊听后很是感动 知道沈憨憨是在为他好 也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自己虽然很想陪他一起隐居 但是却无法做到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离去 并让沈憨憨不要阻止他的选择 沈憨憨明白了自己无法改变陆渊的选择 便决定陪他一起进宫 随即便掉头转向驾车驶向皇宫 陆渊听到沈憨憨的愿意陪他从此相伴于宫中 喜极而泣 正当他们开心地聊着入宫之后 给沈憨憨安排什么关职的时候 沈憨憨突然感觉身体不深 等到时候推翻李游 招雪真相 我们就一起结录那梦 回到现在的沈憨憨知道律渊还在抖他 赶紧找到玉佩再次回到了过去 然而这次玉佩陪着他一起穿越了 这次他出现在了南梦湖畔 遇到了18岁的陆渊 此时的陆渊并不认识他 陆渊捡到了玉佩并归还给他 随后便离去了 沈憨憨看到玉佩已然完整 心中明白这是最后一次穿越了 他偷偷跟随陆渊 来到了上次穿越时去过的小米 看到了陆渊平静温馨的生活 心中不忍打扰便一直悄悄地看着 陆渊的阿爷这时候还活着 陆渊因为偷偷练剑被阿爷责罚不能吃饭 陆渊关心陆渊受恶便给他送了窝窝头冲击 原来陆渊的父亲就是战死沙场 阿爷不想陆渊以后重蹈覆辙 因此不准他习武参军 但是陆渊执意要参军报复 阿爷被气得昏了过去 陆渊和陆渊赶忙把阿爷带回家照料 突然屋外有人呼喊陆渊 来源正是此地有名的恶霸 也是当地木坚的儿子 此次前来是想龙帽出众的陆渊 陆渊陪一位贵客喝酒 陆渊拒绝了 他顿时救命落不善 警告陆渊他们全家的奴旗都在他手中 陆渊眼看形势不对 赶紧过来说了一通好话 并送了一筐君子缓解了紧张的风温 木坚儿子借机摸了陆渊的手 占了下陆渊的皮 随后便嚣张地离血了 这一切都被沈憨憨看在眼中 为了陆渊以后不再任人欺凌 他准备教陆渊一些技能让他自保 随即便以笛声吸引陆渊前来 陆渊听闻笛声是他正在创作的相思曲 便过来查看 问沈憨憨究竟是谁 沈憨憨表示自己时间有限 第一要与陆渊做个交易 你陪我做三件事 我如实会把你三个问题 不干 为何 三件事换三问 这比买卖亏大了 陆渊在一番加码加价后 暂时同意了沈憨憨的交易 随后陆渊问沈憨憨到底想做什么 沈憨憨便表明想教他一些东西 避免以后再次被别人欺负 陆渊看得出沈憨憨并无恶意 就决定看看沈憨憨能教他什么 沈憨憨先是教会了陆渊建威之助 透过事物的现象看到本质 然后教会了陆渊什么是法治和证据 知晓了南圣国的法治体系 最后教会了陆渊眼界和格局 培养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此期间沈憨憨一直在纠结 是否要告诉陆渊真相 他问了陆渊一的问题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陆渊已经慢慢喜欢上了 每日跟沈憨憨学习的生活 沈憨憨告诉陆渊 每个错音之间的间隔 都对应着诗经中的某个文字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神不知鬼不觉地传递消息 并要求陆渊每日背诵诗经 在一次谈话时 沈憨憨告诫陆渊学习武艺防身 但自己不会武艺无法交代 陆渊表示他想瞧自己 他解释到阿爷不让他们锦衣习武 是因为怕不如阿爹后尘 但是如果阿爹还在 一定会支持他们的 所以自己一直都在偷偷练习武艺 沈憨憨欣慰地看着陆渊 表示还剩最后一刻 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的 此时邻居郭伯伯急匆匆地找了过来 告诉他们陆时出事了 原来陆时在城中照料马匹时 看到了木兼儿子正在欺凌一个女孩 从旁人的闲言碎语中听到 这个女孩叫以华 以华的父亲原本负责运送军马 近日因为所运送的军马 突然出现大量死亡 已经被判罪处死 好色的木兼儿子趁机强行 那以华为弃 心怀正义的陆时出手 阻止并打对方 郭伯伯看到这一怒后 赶紧公知陆时家人 先得到消息的阿爷赶过来 看到正在被打的陆时很是幸好 不停地向木兼儿子赔 并劝陆时赶紧认错囚牢 陆时知晓自己并没有错 并对木兼儿子的恶心 因此不愿认错的囚牢 木兼儿子看到陆时如此不识 便下令手下打断陆时的图 这时 一个传令兵赶过来 点名要找陆时 原来陆时前几日偷偷应征路 他来时通知陆时通过了测试 现已编入预备军 并给他送来了 节度时披护的陆里签批 木兼儿子仗着他爹的群势 扣下了陆时的陆里签批 传令兵则是碍于 他的身份地位感动不感 阿叶虽然一直反对陆时参军路 但是知道有下也只有陆 才让陆时陆时的信 便趁木兼儿子 一注意夺活的签批 陆兼儿子一路之下便拔劲 披下阿叶 陆时赶紧用自己身体固住阿叶 眼看陆时将要命丧业 沈憨憨和陆渊 在沈憨憨的一顿护护下 陆兼儿子决定暂时放过陆时 但是决意要带走义华 陆渊突然提出自己 愿意代替义华跟他走 一直贪图陆渊美色的 木兼儿子喜不自胜 当即就同意了陆渊的提议 并让陆渊现在就回到路 陆渊表示可以陪他回去 但是必须明媒正确 并且在此之前要以礼相待 木兼儿子欣然答应了 沈憨憨和陆时担心陆渊安危 便要上前阻止 陆渊暗示沈憨憨他自由妙计 让他们不要担心 沈憨憨看到暗示后便拦住了陆时 并带着他们回到家中 等待陆渊的消息 沈憨憨每日去木兼府邸周围打探消息 听到了陆渊通过错音传递给他的信息 让他们不要担心 自己很快就要脱身了 陆渊在一次逛街的时候 设计支开了监视他的事命 然后跑到杰渡使府邸门口请求拜托 门口守卫看出他身份卑微 便要驱赶他离开 他大声呼喊自己知道军马案的事情 府内的杰渡使听到了 便让守卫放他进去 原来命运的齿轮早已转了 杰渡使正是30岁的李渊 陆渊进去后和李渊说明了军马案事情 本地木兼先是制造军马大量死亡的假象 实际上都是他找来的普通马比尸体 真实的军马则被他以高价贩卖给帝国公民 再把所谓的军马死亡嫁祸到负责御马的女王父亲身上 最后通过驱打成招了结此案 陆渊随后并拿出木兼给北列的东西 原来他这几日在木兼府上是为了趁机收集证据 李渊看到信号 终于相信了这一切 想到自己听起木兼缠言错杀了一秒之后 内心久久不能停止 恶贯满盈的木兼父子终于被抓捕 百姓们看到纷纷拍手称快 陆渊也赶紧回来跟家人报了平安 然后便对沈憨憨表示有些话终于有机会和他说了 沈公子还欠我最后一节课 我想等这节课上完了以后 对你说 这最后一刻 便是断舍离了 你要去哪儿 可能回家乡吧 保重 自从沈憨憨离去后 陆渊每日都会去南梦不看守 一边回忆着过往的美好 一边期盼着能再次见到沈憨憨 再一次回家的时候 陆渊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人跟踪他 陆渊 为什么 既然你也舍不得走 为什么不能留下 有些事并不是你想 就能如愿 沈不言 看到昏倒的沈憨憨 陆渊赶忙把他带回家中照料 昏迷中的沈憨憨不停的抑郁 守护在他身边的陆渊却都听不懂 雨在水中流 你说什么 是为业势头 缘起这边 缘起这边 几日后 昏迷的沈憨憨终于醒了过来 发现陆渊此事不在家 可是小姐还在等你呢 然而还是被陆渊发现 并追了上来 那日你问我 如果知道一个人十日后会死 你会选择告诉他吗 那我现在问问你 如果你十日后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 你是选择第一日变走 还是陪他度过剩下的九日 我出身低微 也没有太多奢望 直到遇见了那样一个人 是他教会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东西 告诉我南梦湖之外 还有广阔的世界 我宁愿承受失去的痛苦 也不愿意一辈子麻木不忍 沈憨憨在陆渊的真情挽留下 忍不住留了下来 准备再挑战一次秘密 数日后 沈憨憨突然喊正在洗衣的陆渊进屋 说要送给他一个礼物 陆渊进屋后 惊喜地发现有一架空猴 其实这架空猴是沈憨憨用玉佩换来的 他想着如果玉佩不在身边 自己就回不到现在 可以一直留在这里了 对陆时暗生情愫的一花 经常跑去看陆时炼解 也逐渐和陆时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就这样陆渊和沈憨憨每月相伴 平淡而温馨地生活着 然而美好的日子戛然而止 北列突然发起战争 并即将攻破火风暴 由于陆渊他们所在的琉璃谷 紧敏谷风暴 因此火风暴一旦被攻破 琉璃谷就会成为前线战场 陆渊马上收拾了家中值钱的东西 拿到城中准备置换成银子后 方便逃难 看到一个摊位上竟然有沈憨憨的玉佩 陆渊顿时知道了空猴 是沈憨憨拿玉佩换的 陆渊很是看中这块玉佩 用自己的一包手势把玉佩换了回来 这时 一位士兵突然找到了陆渊 说是截度时找他有要视相伤 陆渊随即便跟随士兵去了截度时府邸 发现这里还有两位女子 截度时李庸看到陆渊到来后 便说明他们是琉璃谷最善弹奏的三人 并让他们猜测自己找他们的原因 前面两位女子都回答是弹奏曲子给李庸听 陆渊回答说可能与这次和北列的战争有关 李庸听完后便让前面两位女子下去 并让陆渊继续 原来这是李庸对他们的考验 北列军队每当攻破一个城池 便到处寻找乐师给士兵弹奏鼓舞事情 李庸想要找一个头脑聪明 并擅长弹奏的人趁机打入北列内部获取情报 他看到聪慧的陆渊的语言猜到了这一切 便问陆渊是否愿意以身犯险单词重任 陆渊思考片刻同意了 南梦胡是他的家 格局打开的陆渊自然愿意舍己未博 并要求回家与家人告别 李庸告诉他只有一个时辰 陆时这边也因为前线兵力紧张 将要进入前线作战 阿耶得知陆渊和陆时都要进入前线之后 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反对 而是对他们姐弟表现出了坚定的理解和支持 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 沈憨憨外出回来后发现陆渊不在家 欲胆不好的他赶忙到处找陆渊 陆渊 沈不言 我想你把他卖掉 是想给我换一架空猴 我要去一个地方 今日就得走 所以没有办法和你一起吃晚饭 我想把他送给你 沈憨憨终究还是没能改变命运 他与陆渊分别之后又回到了现代 随后他来到了千年后的南梦湖畔 想起自己穿越时的种种经历 心中感慨万千 这时麦太玉佩的老太太又出现了 沈憨憨问他玉佩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太太告诉他自己的祖上是圣武帝楚同常 这块玉佩是祖上传下来的 让交到一个名叫沈不言的人手中 并告诉沈憨憨陆渊并没有死在缘起之边 原来李勇偷走成防图和陆渊中剑 本就是陆渊计谋的一环 北列拿到假的成防图后发起了进攻 结果发现重计进入了男生的埋伏损失惨重 北列大将怀疑是李勇假意投靠他们 给了他们假的成防图致使他们大败 李勇此时已经一无所有无力回天 想着借机给自己的留下一个好名声 便故意承认自己欺骗了他们 随后被北列将军杀死 从此留下了一个贤相之名 陆渊从缘起之变后 日日祈福想要再见沈憨憨一面 终于在他临死的时候 见到了沈憨憨 不久后 历史专家在南梦湖畔发掘了一个古墓 正是陆渊之墓 侍楚同常按照陆渊的要求 把他葬在南梦湖畔 沈憨憨去博物馆参看古墓发掘出的文物 在这里他看到了一架断了弦的空喉 你的弦外之音太隐晦了 比咱们的密码本还隐晦 后人听不明白 有一人等 便足矣 我也不懂 不如你讲给我听吧 我 想你了